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你好 老大 病人呢 我交给宗小满了 是人不见了 你把他交给谁了 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赚钱呢 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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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钱呢 坐下 坐下 赚钱 ca 夹白 把丑 护教授 想死呢 你想死啊 让别人ны 真不怪我 护教授 刚才那命 sci 床马 championship 鼻子里也长得是嘴吗 为什么医院的人都不知道 你站着干吗 还站着干吗 你还不赶紧去 师傅 我劝你还是换一个职业吧 因为医生 需要有很强的责任心 和很强的牺牲精神 恰恰这脸样 你都不具备 你这样下去 我不可能让你毕业 我如果让你毕业 就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 所以你还是自己退学吧 这样对你 对毕颖对我 都是一种解脱 刘老师这事也不能怪我呀 社长当时人满了 他告诉我五分钟之后再过去 所以 所以我就上了趟厕所 然后都去打游戏了 我不想再跟你发火了 你去请你母亲进来吧 我跟她谈一谈 我先进去 那我先进去 刘教授 对不起了 对不起了 我求求你了 我一个女人家的 培养一个博士不容易 坐好 我都下岗好几年了 舍不得吃 舍不得喝 就为了这个宝贝儿子 我回到家以后 一定好好管教她 真的揍她一顿 好吗 求求您了 您给我一个名片儿子 这不是现在管教的问题 这是从小管教的问题 现在管教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这件事非常严重 幸亏病人没什么事 如果有事的话 我们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的 你们小满在我这儿 要不不来上班 来上班比不来上班 还要让我紧张 因为不知道 她随时都会出什么问题来 可能容忍她到博士的最后一年 对她已经是宽容的 不能再宽容了 这可能也怪我 如果在第一年我就退掉她 可能会为她省两年的时间 那就算耽误了两年 也比将来坐牢强 因为要出了严重的医疗事故 是会坐牢的 求求您了 刘教授 这孩子从上大学起 学的就是医啊 她现在都二十七八岁了 你让她改行学什么专业呢 她只会动刀子 什么都不会呀 求求您了 可开刀她也不会 不是我不想留她 是我不敢留她 现在退了她 是耽误她一个 如果我让她毕个业去当医生 将来不知道会耽误多少人的生命 你 你快跟刘教授赔礼道歉 你快说呀你 你这个孩子 你这个不争气的孩子 你快跟刘教授赔礼道歉 你快说呀你 你快说呀你 快说呀 刘教授 刘教授求求您了 给小白一个机会吧 你快起来了 快起来 求求您了 爸 姑娘麻烦起来 快说呀 快说呀 你不要再为难她 你也别再为难了 好吗 刘教授 刘老师 刘老师 我 我错了 我再也不打游戏机了 我 我向你好好学习 我好好学习 我 刘教授求求你 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好吗 不要再为难我了 求求你 求求你 可怜可怜我这个女人 可怜可怜我 求求求你 求求你 刘教授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这个还真不争气啊 来 钻拳呢 钻得最紧 来 钻得最紧 看我 看我 看我手指头 手术做得挺好的 接下来就看恢复了 我建议你还是要用那个药 听见我说话了吗 用那个药 我都疼 现在要疼死了 医生 我家老爷子他怕疼 你这针能不能 这个针啊 对疏通血管很有帮助 为什么要疏通血管呢 为了避免术后二次脑梗 如果二次脑梗的话 悲害就要大了 懂了吗 大爷 我不能 不能 千万不要碰我这个疼 听我说 谁跟你说打头上了 打屁股 我打头啊 谁说打头了 那 那你就 那你就随便 随便弄 那我一开了啊 好的 那医生 这一个疗程有几针呢 一天一针 先打15天吧 过了危险期再说 接下来看你们家经济条件 可以不打 打了肯定比不打好 知道吧 好好养着 谢谢大叔 这下离乱 行 放下吧 我把肚子 是奔切的吧 你知道 他不便是明知不可 这这这这这这 游把都移除了 这这这这 游置到哪楼 你想这样吧 你不给我打 就这小屋子 你不给我打 我 我瘫痪了 你还是要祝福我 救命我一下子 你就是要死 你真的脑子不灵 他要回一口这九百多 七六七百多到他里有多力气的你知道 你真 我给你都感觉一样去 我把我放进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哎呀 最后又心软了吧 我完全是看着他妈妈的面子 老人家养个宝贝儿子也不容易 太腻了 80后啊 我真是替他们担心 都是小房地长起来 以后怎么承担社会得任 那不一样 咱们医院80后的多了 也不个个都像他这样 对吧 这还是具有代表性的 但是像这种个别案例 一旦真出了事一放大 全院的医生就都变成黑心医生 对吧 带个学长子这么多 反正你也接下来了 咱们齐心协力共同看着点脸 再讨厌就打了 哎呀 还打不动他那么高跟 嗯 那天是真的把我齐极了 我拽了他一下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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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郭医生跟你说个事儿 说 十六床的把针停了 停了 嗯 他儿子说药太贵了 十六床 婚医生来看你来了 吃东西了吗 吃了流食 怎么样今天 好点儿 嗯 好点儿 我听护士说我给你开那个针 就该停了 我告诉你啊 那个针是预防脑梗和偏瘫的 不是吓唬你 如果疏后脑梗和偏瘫 非常非常地麻烦 他们说你给我的药挺贵的 一斋药要十百多 我看也没做大用 我不愿的 我首先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 打那个针非常有必要 别的话就不能多说了 再多说我成黑心医生 是不是 你儿子要得这病 就拜托一针打不打 嗯 我会帮他走的 嗯 放自己身上舍不得啊 家里人在聊聊 好吧 打不打你们自己定 我说了也不算 怎么了 霍老师 大侄子 征局级干部 进来的时候跟我吹 每天喝一瓶五粮印 还抽那烟 一条够你半个月的工资 这人哪 疼人都是从上往下疼 老的总是疼小的 等老的不行了 又要让小的去疼老的 你以后 你爸又病了你敢这样 我就把你从医院踢出去 知道了 哎呀 这手术做的啊 说我在技术上 说在钱上 是吧 好 早上好 老板 都快下班了 小姑姐 还是早上好 我这不是要好好表现吗 争取从下午好 逐步上升为早上好 最后班 已经早上了 老板 好 跟你说个事呗 老板 说呗 好像你又遭到了这个投诉啊 投诉咱们医院医疗黑幕 以你为代表 我特意过来给您提个醒 医院的黑幕还用在投吗 在投又成大屏幕啊 反正黑的洗不白 白的也洗不黑 投呗 投完了能不来看病吗 不可能 你最近是心情不好 还是爱情进展不顺利啊 哎呀 那就让你失望了 小姑姐 我最近心情非常好 爱情进展得非常顺利 我跟我的贵宾 快步入婚姻殿堂了 以后你可能就没有 追我的机会了 哎呀 那太遗憾了 不过也是啊 能嫁给你这是千年修来的福气 你说你挣的钱都足够养活好几个老婆了 难怪我这个朋友跟我抱怨了 说上我们医院看病 碰见一个黑心医生 人品巨差 吓唬他老爸 说如果不给他爸打营养针的话 他爸就会二次脑梗全身瘫痪 我一猜这人就是你 没错吧 放屁 这大夫是我 那个病患得二次脑梗的可能性非常高 那儿子不孝顺 不给他老爸花钱 还把屎盘子往我身上扣 我能跟病患说什么 我说你做完手术 不用开药 拿点盆醋回家 都是钱闹的 我挣的钱怎么可能够娶几个老婆呢 如果有一天我挣的钱够娶一个半老婆 我就把贵宾娶了 然后养你的小 好 我现在生活是好了点 要感激国家GDP的增长 你懂什么叫GDP吗 你懂吗 我不懂 所以我不敢乱说 你让不让我写了你 来吧 我不跟你讲清楚GDP 就不叫你老板 给你讲个笑话 什么笑话 反正不是黄子 那好听吗 有两个经济系的高材生 吃完了午饭以后去散步 两个人走在草地上 突然间看见草地上有一抛狗屎 于是贾就对你说 如果你把这抛狗屎吃了的话 我给你五千万 乙欣然地吃了这抛狗屎 于是两个人继续往前走 走着走着 草地上又看见一抛狗屎 这时候乙开始反胃和恶心 同时贾也为刚才付出的五千万 后悔不已 你这时候对贾说 如果你现在把这抛狗屎 掩吃了的话 我也给你五千万 贾说好 贾欣欣然地吃了这抛狗屎 拿回了曾经属于自己的五千万 这时候两人开始郁闷 为什么呢 屁事没干 一分钱没赚 两人平白无故 一人吃了一抛狗屎 两人想不通 就去找他们的教授 教授听了他们俩人的事迹以后 老头颤颤巍巍地伸出了一个手指 一个亿 一个亿啊 我亲爱的同学 感谢你们为祖国和人民做出的贡献 你们俩吃的这两抛狗屎 为中国的GDP贡献了一个亿的产值 那到底什么是GDP呢 你先吃的吧 吃的就懂了 你给我五千万啊 走了 别说我没提醒你的 仔细谨慎点 好 五千万我还吃 我们过来找大夫啊 大夫在那边 挂好急诊 你少跟我废话 把你们医生都给我救出来 你今天大小们干什么 这是医院 你干什么呀 我警告你 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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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是吧 报警是吧 啊 我还想报警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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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我第一个行动的 快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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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是队盘局吗 这里是医生医院 走 我打电话 你干吗 打电话是吧 干什么呀 是吧 打我什么呀 打你 我告诉你 打电话 你给我 你给我 给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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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关你 放火 三个打你手 全放火 全放火 放手赢 放火 放火 干什么 干什么 你走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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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你先看 你干什么呀 你们是谁呀 怎么可以这样啊 你们干吗呀你们 怎么了 怎么了 有什么话你们好好说 把你们组人站出来 我看一眼 我看一眼 扯起来 扯起来 洗人 让他清洗一下 给他缝两个没事 让他缝两个没事 让他缝两个没事 来 没事啊 让他缝两个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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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缝两个没事了 谁啊 别闭嘴 别闭嘴 你是人吗 你们是不是人啊 你们准备下得了手的 怎么了 你把你女孩都打成这样 你们准备下得了手的 女的我以为不能打 你们医院就帮我跟你说 打打打打冲转打打 我打你们了 就打你了 打打 别放手 打打打打打死 打打你是我孙子 打 怎么回事 打人把我们人块打死了 别动 我告诉你们啊 我警告你们 打砸抢是要受到刑事拘留的 砸坏的东西要赔钱的 有什么问题好好说 怎么好好说 今来什么都不说就打 把我们小姑娘打成这样 你们什么人啊 你们为什么要打人啊 你们有什么权利怎么做啊 冤有偷战有主 你要找冤领导告诉你 就在前楼 主任在家里地址我给你们啊 你们一群大男人 你们斗手打一小姑娘 你们是人吗 怎么了 还怎么了 你怎么不回家打你妈是吧 好好说啊 我说一遍 什么事情要解决的话 必须通过正规的事 早给我说这些我跟你说 你们都是观观相问 我们找过法院 法院判下来说 他们院方是处理政权 你给我们申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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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砸抢就能申冤啊 就有说法了 来 打吧 今天你把我打 我今天都打了你来 打 打死你 看见没有 这么不讲理 简直是流氓你们 看见警察那边恨了是吗 谁恨啊 别说话 你都把你打死了你 别说话 我再说一遍 听我说 警察同志 你听我说 我哥刚到医院 说是脑梗 就观察观察再观察 塞到下面医院继续观察 是不是你们干的事 不是 我哥他头痛 换上你试试 结果呢 你说你头痛治头 脚痛治脚 你从头到脚去查个遍 我们没有钱啊 大肠脊椎都插了 我们到征途医院 一开导血块拿出来了 百病全消 这算不算医疗事故 算不算草菅人命 算不算黑心肠 所以你就打人是吗 对了 所以你就打人是吗 你有理是吧 谁家的王法 是同意你这么做的 你有什么道理啊 光知道收钱 什么都不问 医疗事故 医疗事故处理方法 你打一小姑娘 你算什么本事啊 你也有姐妹吧 你也有父母吧 好 就看你看了啊 你们得医院领党呢 我给新政总组班 打过电话了 一会儿就过了 这不是医生吗 出来 你是 我是接班主任 我也没闹得这么凶 你很镇定我 他什么镇定啊 他是逃进去了 我不跑 爱打的不是我 你呀 医院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躲在里边 死人不管 你们两个身份证带了没有 没带 没带跟我来 来 你过来 来 你还过来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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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什么骗人医院 把钱还给我们 说谁骗人医院呢 就说你了 是不是你收钱了 我是医院吗 你好笑了 我告诉你不是医院 不是医院收了 医院收了 医院收钱你找他去啊 你找不服务 有用吗有用吗 好了好了一个一个说 你小点声我警告你 我照顾 怎么了 你已经放哨了 我们照顾有用吗 我照顾有用 我照顾有用 好了 别吵了 别吵了 别吵 好了好了 你们一个一个说 别吵 好了 往后这儿 别吵了 别吵了 一个一个说 别吵 一个一个说 你站在那边 好了笑 来来来 天热了 喝点水 谢谢 陈主任啊 这个医院里面 出了这么大的事 这个影响很不好啊 咱们得尽快解决 我觉得啊 最好的解决方式啊 是你们双方 私下的解决 你看怎么样 靖家同志啊 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啊 好 我们到现在为止 依旧不认为 这是我们的一切 医疗事故 当然了每家医院 对手术的判断指证 都是不一样的 征途医院或许 他认为这个 就应该动手术 那是为了解决 燃胃之急啊 但是对我们医院来说啊 即使今天 我们依旧认为 他动这一刀 实际不止实际 很可能引发第二次脑梗 所以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建议他 继续观察的原因 你们医院有这么好的愿望 但是没有达到很好的 实际效果啊 这说明你们医院 在这件问题上处理啊 不是很好啊 再说 你们认为病患 不合适动手术 那也没有必要 把它赶出大门呢 没有啊 我没有把他赶出大门啊 我们是建议他呀 在病人 没有什么生命危险的情况下 换一家低端医院继续观察呀 有什么情况不及时来吗 难道 我们这是不负责任吗 而恰恰是对他负责任的表现呀 对不起 我做手术 回来晚了 老爷回来了 你们家这葡萄转基因的吧 你气势多大 没事 我怕死了 给我吃 你伤哪儿了 伤腰了 真的啊 嗯 想看看 你们穿裤子 一个人在家里躺着不穿裤子 等你啊 你好 我不跟你笑我真伤心啊 是是是 你别试试真的 是是是 是 是 你一定心里头是受伤 因为凳子一定没砸着你对吧 你怎么知道的 但是我那个烧着烧着也不舒服 烧着我也团 嗯 那一会儿谁给我做饭啊 我这个不行我做不了了 还没穿裤子是吧 科里本来让我去看张晓蕾的 后来我让小郑去了 让你看张蕾啊 行 这事挺生气的啊 其实这事要换了大师兄 大师兄肯定跟人讲理 也不会出这事 如果换了我 换了我跟他打起来 你是没见着他当时那副嘴脸 所以现在讲得挺轻松的 张晓蕾脸都滑了 但这事你 你站在他的角度想 对吧 他肯定觉得如果是个女护士在前面 这事可能多多少少打两天就过去了 如果他站在前面 真没谱 让人捅一道 不是他这么想 是不是你们也这么想 想过 所以我说啊 我第一天到医院的时候 保证着跟我讲过 没人会管你 自己管好自己 管好脸 管好肚子 倒是你们开的吧 钱是医院收的吧 最后挨打的是我们 凭什么呀 我一个月拿三千九百块钱 而且这次是科里自己人 我不跟你开玩笑 你去跟老大这样 我以后绝不跟这个姓陈子 一起搭班做手术 她的手术 她的病人不要交给我 快 盖上 快打上 干嘛呀 都没穿裤子吗 我穿裙子了 张肺确定又没事是吧 又没事 心有事 那跟你商量件事 说吧 要没事上班去吧 不想去 好不容易休息两天 去也没意思 去趴在挨打 好吗 还疼吗 姐吧 你妈会担心的 喂 喂 喂 艾萍啊 我是小蕾的妈妈 阿姨啊 喂 那个小蕾在吗 我想你说句话 小蕾 小蕾不在我身边 不在啊 她最近怎么一直都不跟我们联系啊 是这样 我们医院最近挺忙的 小蕾也忙 最近特别累 艾萍啊 我们不是不理解你们年轻人 但如果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能够适当地关注一下我们老人的需求 我们心里会很感激你们的 其实 我和你叔叔很欢迎你们两个一起回来的 你们住在家里也可以 我们也不封建 我们都能够理解 但是 如果你们这样长时间的不回家 我们会担心的 你让小蕾跟我说句话 好吗 阿姨 小蕾确实不在我身边 要不等她忙完了我把她送回去 你应该行吗 那也行 那麻烦你了啊艾萍 好 阿姨再见 保重身体啊 再见 是这样啊 我今天来真的不是为了解决你的事来的 你没事 我有事 你要是不去医院 我去医院的意义少一半 我占一半的意义这么多呀 嗯 那麻烦你告诉另一半是谁啊 另一半呀 VIP呀 现在是VIP 将来不定是谁是吧 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我说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冰 对吧 你就是银盘 别的人都是冰 嗯 我认真想过了 我以后在医院待的时间 肯定比在家里待的时间长 嗯 所以我准备跟我未来的女朋友交代清楚了 我未来跟你在一起似婚的时间 一定比跟她在一起待的时间长 我呸你 凭什么给老子树敌那么多呀 难怪那天VIP见我一样事不对呢 你是不是已经跟她说了 我没跟你谈风话血液 没跟你谈爱情 我谈的是革命事业 在这间医院里 有两个人不在医院 我心里就不踏实跟没魂一样 一个是我老师 我做手术的时候 哪怕她在手术室外边溜达 我手就不抖 还有一个 快点我喜欢听 就算你吧 你烧热箱子吧 我觉得我们俩这样挺好 这样没有奸情甚至有奸情 其实你还行 倒霉的是我 没吃着猪肉 满嘴挂的全是你自由 你说我怎么能找着男朋友 那天老大还说呢 我说其实你倒开的挺好 你薛老师站在外边 是因为你心里不成熟 就像小孩一样的 虽然断奶了 还需要调个安抚奶嘴 我就是你的安抚奶嘴 是吧 缺乏母爱我非常承认 刚才你说那大堆话 我没听大清楚 但我记住两句 第一句 我们俩是没有奸情 胜死奸情的 很高级啊 我们坚持住好吧 嗯 然后最后一句 你是我啥 爱抚奶嘴 来 你吃 妈妈 看看爱抚奶嘴 这吃不饱啊这个 来 妈 妈 真是 来你坐着我 我去买点菜 不不不不 那什么我走了 嗯走了 不在这吃饭呢 哎呀 这这吃饭吧 那现在我有时候她上班呢 啊 走了吧 嗯 跟他们说我明天就回去啊 一会儿就来啊 哎 小虎来看你啊 嗯 在这儿科里边的 我看她对你挺好的 不要这么眉飞色舞的好不好 她结婚了没 没啊 她有没有女朋友啊 刚找了一个 干什么的呀 学表演是一女演员 演过什么角色呀 演过什么角色呀 我不太清楚 但是长得很漂亮 鸽子很高 腿很长 我跟你说 女演员和医生绝对不合适 你说也好 她不合适有什么用 妈平经验说的 我说女儿啊 你这十几年在院里干什么来着了 十八 二十八 三十二了啊 今年三十二了 你这几年怎么不动动脑子 这小活就挺好啊 又是医生 长得又漂亮 你看着我干嘛呀 你这跟我动动脑子去追呀 我都急死了 你再这么带下去 妈头发都白了 我跟你说啊 你看什么呢我都 上去休息一会儿 上去不想脑袋 头没有腰疼 我跟你讲话呢 你不用跟我讲 我知道 我一定在一年之内 把自己嫁得要神对我爸 到时候怪你 没事儿没问题 妈你放心我一年之内 吃饭吧 小蕾 就算你毁容了 我一样会要你的 真的 我知道你说委屈了 我没想到那个陈无良 这么不是男人 把你往前抬腿 最近全个人都在隔离的 你心里要有什么事儿 你一定要说出来 别闷着 那样不好 我很担心你 我心都凉了 我也是 我了解你 你特别喜欢护士这个职业 想把它好好做好 现在 却付出了这么沉痛的代价 我问过那个外科小刘了 她说她当时缝合的时候 特别仔细 你的那个疤呀 不会很长 到时候好了以后 只有淡淡的一条 再说了 你都是名花有主的人了 你不存在找不到 男朋友的危险 作为我呢 我也省心了很多 你看 像你这样的残肢败流 我也不应该整天想着 哎 说什么担心你啊 跟别人好什么的 我现在真的是残花败流了 我没有那个意思 你别多想啊 有些困惑 任性在新的角落 隐藏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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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独自成熟 因为冷漏 爱在半空中坠落 拒绝感动 你一股心当灑脱 你笑了我快乐 你沉默我失落 还有什么顾虑 挣脱不开的星锁 失去爱的世界 摇摇摆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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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病得那么赤裸裸 在你眼中 我看不到保留 从此学会感动 为你敞开心口 只想你的牵手 我会陪着你一起 一起走 从此学会感动 为你敞开心口 只想你的牵手 我会陪着你一起 一起走